7月6日移民局突然放出了一条消息 再次击打了留学圈 已经快碎成玻璃扎的心 根据移民局官网放出的消息 2020年秋季学期 国际学生的秋季学期课程计划 如果全为网课 那么必须离开美国 否则就属于非法滞留 我们知道 美国新冠疫情肆虐 很多学校为了保护实施 学生早早的改为线上授课 那移民局这招一出 是强迫着国际学生返回教室 暴露在新冠疫情之下 这说严重点是不是有点缺乏人道了 我们仔细阅读了一下移民局发布的公告 大概总结出了这么几个要点 一 如果你所在的学校 在2020年秋季学期 采用纯线上教学的方式 那么该校的所有F1学生 将不能获得新的签证 并且即使有有效F1签证的人 也会被拒绝入境 同时如果该校F1学生 放暑假没有回国 也必须抓紧离境或者转学了 二 如果你所在的学校 在2020年秋季学期 采用纯线下教学的方式 那么持有F1签证的学生 至多只能上一门三学分的网课 三 如果你所在的学校 在2020年秋季学期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方式 那么持有F1签证的学生 选的课程不能100%是全网课 也就是说 至少有一门课 是要到学校教室去上 虽然根据Business Insider的报道 目前的统计 全美只有8%的学校 秋季学期是纯线上教学 有60%的高校计划恢复面授课程 有23%的高校计划采取混合教学方式 还有8.5%的高校尚未确定方案 无庸置疑 这些限制会影响到 在美数以万计的留学党们 就在移民局发公告的同时 特朗普发推大呼 秋季学校必须开学 就在近日 美国新冠确诊人数 已经突破了可怕的300万 在如此糟糕的情况下 你眼人一眼就看出 这是特朗普协同移民局 逼着学校开门呀 为了重启经济 拿学生教职工的健康冒险 目前这个政策只是公告阶段 不过既然移民局放出来了 就会大概率被执行 那么广大的留学党该如何应对呢 情况一 如果你现在在美国 并且学校并非全部线上授课 恭喜你 你是目前留学党中最幸运的大学人 只要注意在选课的时候 不要全选成online课程即可 鉴于此条例一出 可能会面临线下课程挤爆的情况 还是建议各位小伙伴早点下手 锁定你的线下课程名额 情况二 如果你在美国 学校秋季学期将100%全部线上授课 这种情况就需要考虑 转学到提供面授课程的学校了 当然如果有条件 也可以转成一些配偶签证 如H4 L2等等 继续在美国上网课 如果转学转身份失败 就要抓紧准备购买回国机票 一定要避免造成逾期滞留的违规现象 当然如果你所在的院校的国际学生足够多 也可以试一下联合起来向学校建议提供线下课程 虽然希望可能不大 但也值得一试 毕竟国际学生是在美各大高校的财团呀 情况三 如果你目前不在美国境内 学校并非全部线上授课 这种情况下符合F1签证的签发条件 那就可以抓紧申请签证 如果还有未过期的有效签证 则抓紧购买机票 争取在开学前返美即可 虽然现在美国驻海外的各大使馆 常规签证服务没有开放 并且美国对中国依然有14天返美禁令 但是早点下手总是没错的 情况四 如果你目前不在美国境内 且学校实行全部线上授课计划 如果这种情况降临在你身上 那就请佛下来吧 在家安心的上上网课 陪陪父母吃吃美食 最后不耽误拿毕业证 不香吗 目前距离秋季学期开学 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一切政策在没有尘埃落定之前 都会有变数 目前白宫请员网站 关于撤销次次F1签证的 修改条例的签字 已经超过了10万次 这也就意味着 白宫方面不得不做出回应 希望他们可以认真考虑 此计划的合理性 从而取消掉 不过在政策敲定之前 大家根据自身的情况 做好各种预案 绝对没错 关于此次F1签证的限制令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关注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